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肥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 月亮虾饼销售排行榜的Top10 这个是线上的朋友希望我开箱的名单之一 大概是知道我这个小学等级的厨艺 所以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料理咯 那他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有两块 然后里面还有附那个看一下哦 里面还有附酸辣酱可以让你沾着吃 直接打开看看吧 打开之后是这样子酸辣酱 还有两块月亮虾饼 那这个我其实没有退冰啦 就是刚才才从冷冻拿出来而已 那我们就准备来料理咯 我今天是要用煎的不是用炸的 哦 不错哦 看起来有一点厚度呢 你看这里好厚哦 还好我这个锅子够大 要不然两块就放不下了 这个锅子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8公分的 因为它是冷冻的记得要小火哦 不要急 不能猴挤啊 就跟男生追女生的意思是一样的 要慢慢来循序渐进 我觉得这个不错呢 这个如果当早餐 然后或者是下午煎给小朋友吃 当点心都很不错哦 我现在呢就是要做早餐 给我们家那个阿布一吃啊 哇哦 哇哦 不错呢 看起来很好吃哦 看起来好好吃哦 好了 差不多了哦 煎到两面都这样焦焦的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准备起锅了哦 好了 稍微放凉之后 我们就来把它切成四等份 哇哦 你看里面 满满的虾子呢 迫不及待想要吃啦 我们赶快来盛盘吧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试吃的时间 沾到这边 沾到这边 先沾一下这个酸辣酱 嗯 嗯 第一口就咬到虾子了呢 嗯 皮很酥 然后内馅很饱满 好吃 好吃 好吃耶 这个我儿子应该会很喜欢哦 好吃好吃 我用另外这边没有吃过的 再沾一下酱料 嗯 好吃 嗯 好吃 小孩子也可以吃 而且几乎每一口都会咬到虾子耶 真蚕食料耶 难怪每次都看很多人都要点月亮虾饼 然后月亮虾饼都很早就卖完了 除非老板有刻意留到很晚 要不然其实晚点去的客人都买不到 嗯 旁边的皮很酥脆 啊对了 再提醒大家一下 你如果要用煎的话 油也不能太少哦 嗯 好吃好吃 这个我给很高的评价哦 嗯 真的好吃 好啦我吃过啦 可以叫我们家那只猪来吃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还没有订阅肥婆来了的人呢 要记得赶快去订阅 再分享给你周遭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就下次开箱见 拜拜